能够从北京带回一分,全舰队风险一高一块组合帕托和杨旭功不可没,两人不仅各入一球,还展现出了强大的默契度和团队协作精神。 他们的表现,也在赛后获得了俱乐部高层的称赞。 本场比赛过门的帕托,是维特赛尔与莫德斯特离队后,全舰队赖已生存的进攻生命线,别看有时稍显不着调弹正所谓,坏那见真情。 这些气候的六场比赛,帕托已经打入五球,本赛竟连赛首发十二次,取得实力进球和两次助攻,亚冠连赛八次首发打入四球。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两名外员离开了,情况非常困难,现在只有我和全静元还在这里,我们现在已经不分国内和国外队员了,我们站在这就是一个团队,心就要在一起,在一起为俱乐部做出贡献。 帕托赛后说,同样杨旭也在为那时可挺身而出,间歇期后的六场比赛,他已经打入四球,而且历历关键,面对帕托组合的出色发挥。 全县俱乐部高层赛后对他们给予了肯定,并提到了莫德斯特,莫德斯特赛的时候我们也输久了,现在帕托和杨旭的配合很默契。 在场上杨旭甘愿是为帕托做出一些新生,这才是团队精神,莫德斯特是一名优秀的外员,大外员实力在强,如果没有好的态度也白搭。